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件事情有何足为奇 你这不是抢词夺理 张小凡入门五年 从未下山 哪里去认识什么魔教妖人 我看他就是魔教处心积虑 安插进青云门的奸细 按青云刑法 当斩 谁敢动他 放肆 掌门师兄 掌门师兄 这张小凡属实可疑 不如让我带回去 仔细深门 势必查清楚他与魔教的关系 让你带回去 这法宝 虽有凶煞之气 但内敛其中 不像是从前见过的魔教凶屋 这门师兄 魔教妖人凶险恶毒 宁可杀错不可放过呀 我青云门自居正道 一向光明正大 宁可放过也不杀错 否则我们与魔道中人有何区别 我 苍松师弟 你道行虽身 但仍需前修道理 参悟道法才是 张小凡 你在此次七脉会晤中名列第四 现在 命你与其余前三名 一同下山力量 不负青云门的栽培之恩 是 此物非你不可去用 先收回去吧 多谢掌门师傅 我等必复复师们重网 斩妖除魔 小凡 快跟上 舍不得离开吗 感觉和我五年前上山一样 什么都没变 青云门千年来都一样 从来变得只是人 此次任务重大 掌门师傅特许我们 可在山顶直接遇见 是 其实是 我们等 我们等 飞在天上的感觉 真好 你们看 河阳城到了 方圆百里之地 这个是最大最繁华的地方 快走 大家都快跟上 小凡 你怎么这么慢 我刚学会去用法宝玉空之法 时间不早了 大家快进城吧 快走快走 好热闹呀 无愧是中营最大的城市 看起来都很好玩的样子 叔叔师弟 就是玩心太重 好多东西 好多人啊 好多东西 好多人啊 好漂亮的布 没见过品香这么好的葫芦 正是要见 好吧好吧 看 看 他们是情人弟子 哇 心事不凡啊 射程层的八楼炒年糕来啦 好吃啊 这不回事 穿海鱼的 客官喜欢吃 饭店的豆腐 让你们见识一下 这个河阳城最好的酒楼 哇 好多客人啊 客官里面请啊 来 这花都谢了 菜还没上啊 客官您担待啊 我这就去随后厨 这山海院不仅饭菜色味俱佳 环境也甚至雅致 可这里好气派啊 那是当然 各位仙长 请上座 来来来来 陆师姐 你坐这儿 我坐这边就好 齐师兄 小凡 都坐都坐 叔叔 这里都有些什么好吃的 来 几位上演 和阳特色 我来看看啊 嗯 铁铝鸡 东坡肉 三鲜蘑菇汤 麻辣豆腐 对了 还有招牌菜 清炖魅鱼 好嘞 哇 叔叔 你对这里怎么这么熟 我来过很多次了 不过 都是偷跑下山的 各位仙长 上菜了 有事只管吩咐 请慢用 哦 好香啊 看起来就很好吃 大家动开吧 嗯 嗯 谢谢啊 吃两口酒 还有白了 没酒啊 快点啊 哎 小凡 你吃慢点 清炖魅鱼来喽 清炖魅鱼 清炖魅鱼 加了香片去腥 清香滑嫩入口香甜 还是清炖的 厉害 果然是招牌菜 哎呀 果然是行家呀 哎 但不瞒您说 要是没有这最新鲜的魅鱼 神仙也做不出这样妙的滋味啊 哼 有道理 什么最新鲜的魅鱼 啊 分明是骗人 哎 把这当招牌菜 我看你们山海用的招牌不想要了 这 这 是谁的小孩 没闹事的公司啊 哎 这位姑娘 小二 我问你 魅鱼产地珠沟山巨子千里 你这魅鱼运来 只怕都死了半月有鱼了吧 哎 姑娘 您有所不知 魅鱼本产珠沟山没错 可是多年前 道玄仙长 将鱼种带回 养在了青云红川中 河阳城离得近 自然也有新鲜魅鱼了 可不是嘛 我们游四口福 多亏了道玄仙长啊 是啊 道玄仙长 这魅鱼养在青云山 沾了青云门的光 变成了稀罕的宝贝 青云门就很了不起吗 听起来 这堂堂青云门 好好的正事不做 倒像是专门咬鱼的了 碧瑶 碧瑶 哎呀 快回来 不可多事 何气生财嘛 小店给两桌多送些果品 降降火 降降火 果品不用了 本来就没什么火气